Hello大家好,我是杨少侠 今天又是自己刮胡子了 其实就是我现在嘛,长痘痘了 本来讲就是前一阵去修面的 但是还是稳一点 因为现在天气马上就热了 所以说我也入了新的装备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帕拉索的T须膏 它是就是薄荷味的嘛 比较清凉 然后还有这个须后水 因为咱们去外面修面 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个 就是帕拉索的虚后水嘛 然后这个T须膏呢还是用之前的 然后我做了个改装 然后在这里边贴了点那个防状的胶 让它增加一个就是起泡的效率 其实它这个T须膏是 应该是用人家说是用粮指 但是我觉得每次用粮指都是有点多 刮一点 这个碗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这碗口径比较比较 比较窄 你看有时候转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拍陈进士视频 像它有时候就是 总会碰着这个边上 它是说这个泡沫要打到就跟奶油状那种感觉 特别的有光泽的 会比较好 这俩算好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稀是不是 就不知道他们那美饭店那个 从Bubber Shop 他们是用糕还是糟的 下回那个问问 还可以吧 这俩泡沫就够基本上就够用 我刮三次 然后地区刀呢 就用那个kinson激烈刀片 也是它自带的刀片 好烫啊 冒热气了 我来看 我来看 我看好多高手他都好多那个用习惯的都是这么 然后关之后还马上转在头 我现在一两个有这种习惯了 大部分会这样吧 这接点水 然后锅完之后呢 这样锅一下 看好多人水是这个声音 我估计他们有可能就是这么操作 多声音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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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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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刀用完了真挺凉爽 全用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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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